好 我們的第一章的第三節要講的主題叫 生命形式的演化歷程 要講的就是 地球上的這些生命們 他們的演化順域是什麼 哪些生物先演化出來 哪些比較中間的還比較後面 那這些演化出來的生物 它是如何代謝的 它的養分怎麼來 就在講這些生命演化的歷程 這些都是有些化學證據支持的哦 可是在講這個生命形式的演化歷程 我們會提到所謂的營養方式 你是可以光合作用的呢 還是可以有氧呼吸的呢 還是行發酵作用的呢 這叫營養方式 我們先補充一下 各種生物的營養方式 到底是如何做分類的 我這邊的補充會比課文多很多 希望各位有這樣的宏觀視野 不要只有少數幾個因子 就簡單做分類了 一般科學家對於生物的養分的來源 有幾個觀點 第一個就是我會獲得有機物 你身上會形成你的身體 你在長大的過程 你在生殖的過程 你自己的身體跟你小孩的身體 這些有機物質是怎麼來的 我們稱它叫做獲得有機物的過程 其實各位在生長的過程 長大的過程 不就是不斷獲得有機物的過程嗎 你長高長胖長重 你身上的有機物越來越多 那這些有機物的獲得過程 可以分成以下幾個指標 第一 你這個有機物中有碳元素 所有的有機物都含碳 你這個碳元素是怎麼來的 碳元素的來源 第二個你形成有機物是小分子 合成大分子 是個吸能反應 同化作用是吸能反應 吸能機能的能量來自於何處 能量來源是什麼 最後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高中很少提到的 合成有機物常常是還原反應 要獲得電子 你這個電子哪裡來的 其中這個電子的來源 是課本不提的 我們課本就提到碳元素跟能量的來源 好 那我們來往下看 各位加一計這三個指標 一二三 碳元素來源 能量來源跟電子來源 把這些生命的營養方式 分成以下數種 一計碳元素的來源 分為智銀與益營 好難念 智銀跟益營 所以以後你叫智銀 它原意是指你利用無機物的二氧化碳 或是無機物的碳酸 或是無機物含碳的碳 構成你碳元素的來源 你身上有機物 它來自於誰 來自於無機物 那就叫做智銀 為什麼呢 你可以把無機物吸收來 把它轉成有機物 建構自己的身體 自己製造有機物 建構自己的身體 就叫自己營造自己 智銀 那益營就是你的有機物的碳元素 來自於其他有機物分子 你要從別人身上的有機物分子 拿過來形成你身上的有機物分子 你要靠別人的身體結構 身其他人的有機物分子 建構你自己的身體 所以才叫益營 靠別人營造自己 這是最原始對於智銀跟益營的定義 碳元素是來自於無機物 還是有機物 第二個看能量來源 如果你在形成有機物的過程中 能量是來自於光能 你就叫光銀生物 光銀 Photoshop 光銀 如果你的化學 這個能量來源是來自於化學反應 你就叫化銀 光銀跟化銀 我們高中不會這麼稱 這是科學家的說法 但我們高中的說法是簡稱 我等一下最後會講 我們高中課本是什麼分類的 很單純很簡單 可是我們現在講科學業怎麼分類 第一 依據碳元素來源分智銀跟益營 依據能量的來源分為光銀跟化銀 好 我們先停住 請問我先學到這兩個 人類是屬於什麼 大家 我們的碳都來自於有機分子 你身上的碳都來自於吃的食物中的糖類 所以只是蛋白質核酸對不對 所以你是益營 那你的能量來源是來自於什麼 你會吸收光能嗎 不會吧 你的能量來源是來自於有氧呼吸 有氧呼吸是化學反應 所以我們是化銀 制銀生物 我們就是化銀跟制銀 你就叫化銀 我講錯了 我們是異銀生物 所以我們叫化異銀生物 化銀&異銀 我們是化異銀 是很難聽的 所以你就發現這個說法很難 很少聽到 因為這也很難說 好 各位第三個指標 你的電子來源來自於誰 如果是來自於無機物電子 叫無機銀 如果是來自於有機物的分子 提供電子就叫有機銀 好 難聽 好 你看這個字 organic organic就是有機物 所以這就直翻叫有機銀 好 這邊有個liso liso是岩石的意思 石頭就是無機物 所以我們中文就翻譯成 無機銀跟有機銀 好啦 回到你們身上 你們在催化過程當中 你的電子來自於誰 來自於葡萄糖 所以人類是 異銀 化銀 有機銀 所以我們叫做 異化有機銀生物 三個合併 好複雜喔 如果把這個交給高中生 一定有人想要轉移 所以我們高中課也不敢講那麼多 三個指標 那有人會說 老師這個碳的來源 跟最後一個電子來源 不是都同樣的意思嗎 不一定 有人從有機物拿到碳 卻從無機物拿電子 這種粒子很罕見 我們高中當然也不會講 就是因為科技家發現一些怪粒子 我們才會把它分成那麼複雜 那我們來看看 所以我們一般高中所講的智銀 其實它包含了智銀跟無機銀 主要是因為 通常生物體 你的碳元素如果來自於無機物 你的電子通常也來自於無機物 這種生物最多 所以在高中 直接把碳元素跟電子來源 直接合併 你的碳元素跟電子來源 來自於無機物還是有機物 我們就直接這樣分了 但事實上科學家發現 有些粒子很特殊 碳來自於有機 而電子來自於無機 或反過來碳來自於無機 而電子來自於有機 都有 這些少數的罕見的粒子 通常是戲劇 下面只是注明 Auto是自己 Ciao是營養 AutoCiao就是自營 Liso是岩石 LisoCiao就是無機銀 這個說法 好啦 那我們來講講 如果你是 依據有機物合成的能量來源 如果是光營就有光營驅動 化學就是由 放出能量的化學反應來驅動的 常常是氧化反應 因為有機物的氧化反應 幾乎都是放能反應 釋放能量 這個能量就可以去驅動 你的 無機物合成有機物 或是其他物質的代謝 好啦 那不論是有機物或無機物的氧化反應 就可以驅動 所以你看好囉 有機物合成屬於化銀 化銀有可能是光銀 不 我講什麼 化銀有可能是智銀 也有可能是易銀 因為智銀易銀是 你的碳元素來自於有機物無機物 化銀跟光銀是能量來自於什麼 就有排列組合 有這麼多的變化 那我現在給大家這個表 我可能要給你們 這個表不要你背 我只是拿表給你證明 真的都有 你看這叫做光無機智 光有機易 化學無機智 化學無機易 化學有機易 好那我這邊沒有列出來的那些組合 就是目前還沒有發現 好那其中呢 有幾個例子很有名 光能智銀的這個 還有 還有誰 有機物化銀的這個 還有這個 等一下我插這兩個 我先插掉 我們高中幾乎就要這兩個吧 還有沒有別的 還有還有 還有嗎 這個 看錯了 這三個是我們高中課本會講的 那我等一下下一張畫面就會說明 我們高中課本講了什麼 這個呢 在我們高中課本叫做光合智銀 這個呢叫化學智銀 這個呢就是異銀生物 但事實上這三類只是這幾類當中的 其中三個比較有名的 另外的這幾個答問號的例子比較少 高中不太講 只是補充的 所以其實以所謂的 營養方式可以有很多種 我們高中課程是簡化版本 那簡化版本怎麼簡化 我晚一點在這邊就會跟大家講 我們高中課程對於所謂的 生物的養分來源 營養方式 我們是如何分類的 高中課本的分類很簡單 也比較單純 那事實上它的分類是這麼的複雜 這個觀念就放在心中 就是事實上營養來源 營養方式還蠻複雜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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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